由交通部观光局所办理的2020小镇游戏区2.0 日前邀请到唐美云歌仔戏团 来到积极镇武昌宫现场演出精彩的白蛇传 那我们今年也特别选了20个经典小镇 那一共有40个经典小镇 那在交通部林部长的指示之下 由我们交通部观光局来承办 邀请我们几个比较国家艺术文化的表演团体 来各有全国一共有16个表演的场次 那今天尤其特别的在我们几几小镇这边来演出 唐美云的这个歌仔戏团 唐美云歌仔戏团团长表示 白蛇传在一般的印象中 许多民众的印象都非常深刻 而这次特别在人设中有改变 让名称更为贴切 让民众跳脱传统 就譬如说在人物这个固定的传统戏里面的角色 这个小青小白 就青蛇跟白蛇 小青小白的这个人物的这个设定上面 我们把它做了一些调整 让他从这个妖怪变成人以后 让他更人性化 而不会只有像传统戏演出的 就是妖怪就是要害人 就并不是这样子 议员肖志全 王秋淑肯定主办单位的用心 不但带来精彩的表演 也期待只有这样的方式 能够提升地方艺文气息 我们知道唐美本身 就是台湾相当具有盛名的一个歌仔戏班 能够来到积极小镇来做演出 在推展艺文方面 能够带给大家有更好的一个欣赏的节目 藉由这一次的歌仔戏 更加了解早期的这些的文化的故事的由来 非常感谢让我们的乡亲体会到有这个艺术的气息 希望借由知名歌仔戏团的演出 除了能够让民众观赏到高水准的表演外 也能够活化小镇观光 记者邱平逸 几期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